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宏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度抛析 打开视野 这个周末很不平静 反送中的抗议游行 在香港礼拜天要卷土重来 何时才能够雨过天晴呢 另外蔡英文初选顺利过关 反观国民党内斗惨烈 两岸的局势让小英连任的机会 越来越高了吗 以及邮轮在波斯湾遭到攻击 美国说是伊朗干的 但为何国际间都不相信美军的说法呢 来为介绍今天要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国际情势专家 赖月谦 赖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关系 这个周末在香港 会不会再次出现百万人上街头呢 如果你是台湾人 如果你还不了解这个新闻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背景 跟台湾还有一点相关 我们为您稍微做个简短的摘要 其实这一个反送中 也就是香港准备设立的逃犯条例 跟台湾有些关系 在不久之前 一对香港的妻女到台湾 女的被杀 男的逃回香港 但男的回香港之后 就算被抓也无法引渡到台湾 来进行审判 因为之间没有任何的司法互助 也没有引渡的条例 所以当时刚府就在思考 包括了像台湾 澳门 中国大陆 如果有逃犯躲在香港 可不可以用直接引渡 这些逃犯回到哈佛安的地点 受审的机会呢 所以有这个逃犯条例 一个立法的一开始的想法 后来就出现一个争议了 因为只要反举谋杀洗钱 性侵这些事情 在香港如果被抓到的话 香港的政府可以直接跳过 香港自己本身的司法的一个制度 那由港府就直接批 把这个人可以引渡到 不管是台湾 澳门 或者是大陆去 这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危机意识了 所以那以后 我只要是批评北京政府 或者是乱说一些话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到了香港 是否就有可能 直接跳过了香港的一个司法的制度 就直接被引渡到北京去呢 这大家一个疑虑了 那个人说 哇 尤其台湾很多名嘴 在电视上会有很多的批评 以后只要买张机票 想要飞美国 但过境香港 会不会就被拦下来 或者是被多盘问很多时间呢 这大家引发了一个担忧了 这香港人更担心 他们从此司法制度 会直接被北京当局伸进黑手 所以他们的自由跟民主就没了 所以我们看到 之前才会有百万人上街头 人数有多少 你看看 香港人口才七百多万 但是当天一百多万人上街头 七个港人就一个 在马路上抗争自己要权益 但一个最新的消息是 本来这个法在下个礼拜19号 要再一次在立法会继续来审 礼拜天 也就是这个中午礼拜天 要再一次集结很多人上街去抗议 但到我们录影的时间 礼拜六的下午呢 突然传出港府 他们思考过后 打算要把这个法推迟做修法 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要撤 但什么时候再审 现在要把时间点往后延了 我先请教参谎来宾 因为准备二度卷腿重来上街头抗议 但突然在这个前夕知道 港府他们突然 稍微有个转弯了 说要推迟 你认为当中转折点是什么 关键 一个字帮我们形容一下 还 必 行 这个单字都蛮直接可以点题了 老师说是看时机要先缓一下吗 缓一下 是缓则员 是缓则员 对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他们推出这个谈判条例的时候 可能没有跟这个整个广大的香港的市民 做好沟通 沟通不够清楚 那我觉得沟通不够清楚 引起很多的误解 也引起很多的争议 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事 但你说缓 缓是推迟 但不代表说他就取消掉了 他不会取消 那我以为你说是避 避什么呢 避其风啊 群众目前集结的很快 那你说因为本来6月20日是deadline嘛 所以6月19日一定要省 是 那 下礼拜集结太容易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那些群众已经找到了那个 瘫痪交通的办法 把车丢 抛锅丢在路上 那因为香港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你 立法会根本没有办法开议 那这个就是现实状况 那你又卡到6月20日的deadline 所以你不如就暂时把它推延 所以委员跟老师历史其实有点接近了 就先缓一下 先避其风 但是 你们认为港府还是接下来会要去推动他的 这个等下再说明 等下再说明 来老大你说的是 行 第一个就是我想说特首他清醒了 你觉得他醒了 他醒悟了 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坚定 觉得我该醉 醉的是我就该做 虽千万人无往有该做 但是他现在发现在中间 表面的是个理由 暗中的理由 主诉求是一件事 庞诉求呢 他现在清醒了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比他想的复杂了 他比他想的复杂太多太多 而且我觉得说我觉得说他们应该是二三十年来的 如果真正去查二三十年对香港的研究 他们应该清醒 好 但是老大说这个醒字呢 相对来讲就是他之前要提的时候 其实他不够清醒 所以他当时 他忘了他心态要改 姿态要改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追 继续救教老大这个问题好了 因为你刚刚说他醒了 他的确 醒的时间很多 因为我去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这特首林郑月娥他平常 每天据说最多睡四个小时 其他时间 都醒的 所以他醒二十个小时 一整天 那他是工作堂之外呢 他也自称是香港的母亲 怎么会害自己的孩子呢 只是 妈妈 不能够纵容孩子继续变得任性 当时他接受 媒体访问的时候讲过这么一段话 所以有人说他基本上是个工作堂 而且他意志相当坚定 他决定的事情很少说是去做改变的 不过这一次面对百万人朝上街头 他现在做了一个关键的转环 稍微缓一下 我要进一步就叫老大 你刚刚说他醒 醒来了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为什么他之前没有醒的时候 他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来推这个逃犯条例 因为这时间点其实蛮敏感的 首先我觉得这次事情 我几乎 这几年我不看台湾的 政治评论 政论节目我不看 你自己上电视也都不看 我自己上电视 我会别人看会告诉我 因为你们讲什么我都知道嘛 是 我为什么不看呢 我是我很明白讲 我2012的时候三年不上我没有上 后来我上来 但是2016选完以后 我有跟 找我的节目讲过 我说你们敢不敢觉得 现在政认水准越来越差 但是我这几天会看 因为我不能到香港去 我看 所以我对于所有我们过去的 民嘴伙伴 我写个打油诗 先欠大家 警惕警惕 我讲民嘴要扯皮 扯皮就鬼扯蛋了 观察只是眨眼皮 你有深入观察吗 看书只是看书皮 很多民嘴讲有本书我可以告诉你 从他内容段里 他只看了书皮几个标 你根本没有深入去看 思考只是用头皮 看风向 现在大家怎么样游历就真的敢 然后上台只会刷嘴皮 然后川邦就刷slip 我们也可能会这样 所以我们也要常常警惕 常常多自我进修 那这件事情讲 这件事情我们要讲 香港这件事情 历史上来讲 香港是什么 香港是情报中心 搞情报的地方 后来香港要回归的时候 他们把情报中心说 移到泰国 后来发现泰国不好用 因为对亚洲的情报 最重要还是中国大陆 香港是最方便 那以前 为什么逃犯条例在过去 台湾大陆澳门的 不移送 其他20个地区移送了 你知道吗 其实是保护台湾在大陆做间谍的 逃到香港 香港不必翻给他 有这个背景 你知道吗 那一样 这个有些情谍 就是大陆的间谍到这里 也不给他 但是台湾情谍是美国在后面支持 我在1992 93 94 我在香港研究香港要开始这个要开始回归了 他的社会观察 我这社会就去观察 我在当时在这个区域 我就问过有外国人 我说你们就把香港弄了 就这么干脆的交给中共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话题 他叫小子理论 什么叫小子理论 他说香港对中国大陆来讲不重要 他就像你的小脚趾 但是这个小脚趾我把你扳起来 痛死你 显然他在香港就要制造社会问题 香港有两个 你两个活动你一定要注意 一个叫占中 一个叫游行 那他的游行 比较有特色2003 2003是有50多万人 2003游行 他的主旨就是反对 就是反对这个 基本法23条 基本法23条是什么东西 内乱外患这些罪 那请问这些罪是不是谁在做 间谍在做 所以他们那个抵制 就抵制这个条文 那抵制这个条文 然后呢 那时候尤其人很多 但是还有一个边缘因素 就是因为SARS的关系 香港人性汪汪 所以那次人参加特别多 可是后来慢慢少的时候 那你要注意 占中 他们后来发明到占中 2011占中 是因为占领华尔街 配合 可是没有什么人 但是 2014战争 占中是很规划 2014不要忘了 就说 我们20143月的时候 我们有个太阳化运动 所以也是一个触媒着打 而在我那时候听到一句话 五子联合 也就是西方帝国主义 他把小子理论加个五子联合 这哪五个子头 台独 江独 藏独 蒙独 港独 五个联合起来 所以当时我在江独 但是不要忘了是太阳化运动 的确有香港的年轻人过来 是 后来我在那个时候 我本来不想管闲事 因为我很怕麻烦 尤其我又没有工作 我又没有职务 可是我在一次从香港到机场 我回来的这个巴士上面 我旁边两个台湾女孩 说香港人这太阳花有过来 我们后来很讲说 去是可以了 要民主自由可以 可是我很怕他们怎么说 什么说要五个团结 我们不是搞台独 所以七一我到现场 而且七一我就在现场整个观察 那我还带了三四个徒弟去了 就在这观察的时候 后来我就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七一是暖身 他是为九月占中做活动 OK 我就顺着老大把刚刚稍微整理一下 因为在香港几次比较大的街头上的运动 包括了2003年的七一游行 14年的雨伞运动 这一次的反送中 其实都有它的基本的发生的原因 跟后续的结果要做观察 包括了七一大游行 刚刚也提到了 包括叛国 叛乱 这基本法要入法 那这次我们来看 其实虽然时间背景不同 但2003年的时候 后来不但没有成 也让董建华下台了 然后想想委员这一次 演 这个法到目前没有修成吗 你觉得 时空背景不同 结果会如何呢 会相同吗 我觉得香港一直都有外力存在 可是 你不能够把香港发生大 大这个 群众的大游行 归咎到外力 因为中国跟香港也曾经有蜜月时期 比如说SARS之后 他不是用SEPA 那时候是关系是很好的 那08到09金融海啸 中国还 救了香港 所以胡锦涛任内 关系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法我也不认为说 是从最近才开始酝酿 事实上 而且也不是指针对台湾 台湾那个只是表面的理由 因为这个法的一读 是在2017年11月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二读嘛 始终没有办法进入二读 是 那后来 刚刚这是台湾前女党这事情给他一个借口 不是 本来就有一读 一读那个时候就 我说这一次再推就是刚刚碰到这个事件 我知道 可是前面的考虑 也不是为了政治 我觉得是 最近因为大概从去年8月之后 中美贸易战越来越严重 那北京有 想到就是香港是作为资金外逃的最大的破口 所以他必须要有遣送这样的一个法律上 工具箱要把它完成 否则他这里就产生一个大漏洞 所以本来他定出了46种罪嘛 说是可以遣送的 那后来就进入香港的大律师公会啊 商界啊 大家研讨 那他们就说一定要删掉一些罪 不然太严重了 所以后来删到37种罪嘛 这37种罪国安罪只是其中之一耶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把那个目光 集中在政治 这是不对的 事实上 真正考虑的就是说有一些经济犯 比如说逃漏税 洗钱 然后或者是塞红包 然后因为他们透过各种关系嘛 有一些大陆人就跑到香港 变成香港国民啊 那这些人可不可以抓回去 那因为 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很大的 让人家感到恐惧啦 因为第一个 他没有经过香港司法机关的会审 那等于是中方 特首批了就可以绕过去 中方认定 而且中方通常都是人证举证 物证 你回来再追究嘛 那 他提出来人证之后 那香港行政长官一批你就可以遣送了 那因为 大陆的法律跟香港不一样嘛 然后司法程序也不一样 那当然会有很多人会害怕嘛 而且这里面的罪 很多都是可以塑及既往 你去想一想啊 一个香港人在大陆可能做过生意啊 你没有塞过红包 大陆的贿赂罪 逃漏税 或者是你去海关提货 你可能会做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 所以委员这个法即便还没有过要推迟的情况之下 有一点是我们很大误解 他是他在改跟过去改啊 他 香港有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大法官 叫 香港大学法律教授叫陈鸿一 陈鸿一以前是反对这个法的 他就是整个研究后他是赞成的 他是被称为香港的天才法律 而且道德品德学术什么都很那个 为什么他这个讲的 第1个 他很明白的 有些什么牵涉他什么言论自由什么这个是不那个的 另外还有一个不是说特首通过 他先要法律确定可以 在特首批 他等于是更审慎了 不是这样 他是法律跟特首 不是这样 他绕过了司法基本的本来 我跟你讲 就是他要有一个法律事实 可是法律事实怎样叫做成立 不然不可能香港律师公会下沉那个样子 而且他本来是三年以上 后来是大家反应的这变成七年以上 所以现在已经是只限于七年以上的重罪 可是 罪名还是有37种罪 甚至包括重婚罪 重婚罪事实上是倒过来了 因为香港的重婚罪比大陆还重 这是唯一的 其他的罪大陆都比香港重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主要是在考虑说 这个东西如果你说 由你提出人证 那就单方开始怀疑 然后就开始可以遣送到大陆去审判 香港的司法终审权剩下什么 所以 民主才开始担忧 我要特别提一点就是 即便这法是推迟 还没有政要通过 但已经在香港造成蛮大的一个影响 包括那些香港的一些有钱的人就担心说 如果是这样子可以 做的话就直接 很可能他的资产会被 先冻结再调查 所以开始有一些资金要 外移到海外的状况 已经开始陆续出现 因为你去大陆有可能被积压 所以我请教夏大老师 因为刚刚我有请教老大 实际点 因为你刚刚说他现在是缓 那特首林郑月娥 虽然2017年前面第一段是有先 这个法律已经有雏形了 但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去 那么用力去推 因为 我提到实际点是包括了 你看下半年很多事情 台湾的大选年 美中贸易等等 你这时间去推 林郑月娥是要执行北制的意志呢 还是刚刚好他自己想要去做 但是却给北京找了麻烦 我个人是认为说林郑月娥不会考虑到台湾的问题 不会 也没有考虑到中美的贸易战的问题 它是一个纯粹就法论法的一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引起这么大 我觉得就是因为背后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 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的时候 它太复杂了 你本来这个法是正义之法 本来是一个正义之法 但是会牵涉到不正义的人 很多人的利益可能会受损 他们也就打着那个正义的旗帜 来去把它政治化操作 然后再对抗你 绝大部分的年轻人 或者绝大部分的人 是搞不清楚 背后的那一些各种 力量的政治阴谋在里面 那么大家一股热血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正义的法 跟一个不正义的人 也是假装正义的法 然后来对抗 那跟民众的沟通不足 所以所造成的这一件事 我再 经济算是不正义 我同意 我在讲回来 因为 英国人在香港特别把它设计 一个叫做属地主义 英国人 故意把香港设计成为属地主义 所以香港人在国外犯法 香港法律都管不着 第一个我讲的是属地主义 第二个是一国两制 因为一国两制 所以使很多香港人 在大陆犯法 跑回香港 中国大陆的公安 他们不能够维权 他们不能够维权 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 大陆人在大陆犯法 在大陆犯法以后 跑到香港去夺起来了 大陆人也不能够去维权 因为一国两制 第三个不公平的地方是在于说 香港政府在当时要把香港移交给中国大陆之前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故意的在香港设定成为属地主义 所以他为了保护西方人的权益 他我讲的是英国政府 为了保护西方人的权益 所以他就把香港跟澳大利亚 跟美国 加拿大跟欧洲的相关的国家 就签了引渡条约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那个雇员 国安部的雇员 斯洛登 在美国发现美国人犯法 那么违法欠听的时候 他逃到了香港 可是 按照美国跟香港的引渡法 斯洛登是要被引渡回美国的 所以斯洛登才 才跑到俄罗斯去接受政治庇护 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知道说 一个美国人 违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法 跑到香港 竟然要被引渡接受美国法律制裁 而 这个大陆人 或者这个香港人 或者这个美国的间谍 违反了美国 违反了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法 跑到香港 却安全的 却安全的 因为大陆不能维权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香港就成为外国特工的 一个天堂 一个匹复地 因为西方人在 香港 西方人逃到香港 都要被引渡回去的 唯独 中国大陆的内地人 跑到香港 还有台湾澳门 对 结果却被保护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逃犯条例要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 实际关系我必须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不过刚刚老师解读就是 的确 就你的这个铺陈论述 是旧法论法 是的 但旧法论法的同时间 在政治上面所创造的效益 是他本来没有料想到 没有想到 包括 我们待会来继续讨论 因为 这一次你看 包括了所有的媒体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把它 直接等同于 一国两制的 瓦解或崩坏 或者是变成一国两制 在台湾接台就没有任何的 卖点 这一点呢 如果真的是刚才 在旧法论法 然后北京也没有授意 是特首他旧法论法来做的话 那北京不就现在超闷的 因为反而这段时间 不管是 绿营方面 参与人方面 都借着这个 看起来对于台湾的大选的一个 走势也绝对会有影响的 我们快去聊 上一段我们聊到这一个逃犯条例 基本上本来的原意可能就是真的是为了这个要 就法论法 但是为什么会有百万人上街头 七个香港人就一个被情绪调动起来走上街头争取权益呢 想必中间不管是误会很深 或者是本来就有一些摩擦的情绪被挑动了起来 所以会有那么多人上街头 这上街头是一个事实 那这些年到底香港跟来自于大陆的民众在生活上面层面上 有哪一些摩擦被挑起来呢 简单来讲很多香港人说他们爱人民币 但他们不一定爱大陆人 因为在很多个面向都起了一些资源上面的争夺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在香港买奶粉不容易 在香港要看病等床位不容易 要去生孩子要找月子中心也被挤满 那香港人也觉得说他们的房子变那么贵 也是因为很多路客来炒房 之前要征卜选也落空 所以长期来生活层面各样的一个摩擦 或许这次被情绪挑动了起来 那我们看其实台湾也是 台湾本省人跟外省人 外省人刚刚随着国民政府到台湾的时候 摩擦也很多 也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慢慢的磨合 到了现在第二代第三代 你去问台湾跟外省好像到了第三代感觉没那么明显 他们狂得很傲得很我们都很谦卑的看着他们 他是这样 那但是大陆呢以前是自卑的 现在是自负的 以前三四是这样 哎呀我们这个不如这个 又不如台湾又不如香港又不如新加坡 那现在呢是有点就是自负 所以双方有这个 你不要看香港新加坡都一样 他们所有的贵族学校啊 现在前三名都被大陆人包了 因为他们很多人 大陆很多很奇怪的人才 所以给他们信息很大打击 还有呢大陆的很多人渣会往香港去 这个小孩曾经堕胎药没打掉 结果怀孕了怎么办到香港去生 生的正常就抱回家 生的不正常父母都溜了 然后把一个有畸形的小孩丢给香港人去养 那这些呢都让香港人恨之入 因为这是他们的福利嘛 所以这个是有 那另外香港的官员过去呢 英国人统治有个习惯 精英统治 是不耐甩人民的 他们是精英 那接受了这些官员呢 也有点个精英 就像这个这次的厕所 这次问卷 问了4500个精英 4500份问卷 结果4500份3000份赞成 他就觉得 那是精英的决定 不是人民的决定 所以人民常常是误解 所以我觉得对香港要追求 因为我是看到有一个台生 香港的港桥 在台湾那边讲的一句话 我们香港人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军援 我们要自由 我赞成 但是我是觉得 自由要有法治 民主要有理治 我请问你 你知不知道这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你弄清楚了没有 你有没有去看你这个大法官 陈宏毅整个分析 尊严要有品质 你要有一个品质 你是一个大学生 你不去好好看吗 你就跟人家起控 还有另外一个 冲突要有节制 双方在气头上 你这一次香港抓到 你没有囤积砖头吗 你没有囤积一些铁棍吗 然后 所以我觉得决志 香港政府知道聪明 清醒了 我不在你火上加油 我暂停 我不审了 我跟你动 然后呢 让这些呢 已经准备要在工的 准备这个准备趁势而起的人 可以退却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双方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慢慢 要给民众了解 你为什么不举一个辩论 哪个可不可能发生 哪个可不可能发生 那整个是什么 那还有一个现在就是说 美国要对中共 等于是明干起来了 未来十年 不管是科技 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货币 不管是文化 都会斗 所以这个斗的时候 绝对是要防他的这个 老大提到一个香港人的自信 这个明显感受 因为像小弟以前成长的过程 最夯的是港星 四大天王 就是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出来 哇 港星很红啊 那现在港星就被 韩星取代了 现在大陆是韩星 你说香港的金融 也被很多的大陆的深圳 吸附过去 所以香港人的确 不管在金融 或者是在流行文化圈 或许没有像过去 媒体的关注度这么高 的确是如此 但是 我们说到港星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香港人 其实 这个我为什么特别来聊 感觉很多时候 好像跟台湾很类似 台湾碰到事情的时候 政治人物 名嘴 或者是艺人 都被要求 你必须要表态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现在所有的香港媒体 也都逼迫 香港名人 有分量的人 必须要表态 像是黄秋生 他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就写 他贴两个字 对比的照片 他把这次发生 在2019年 这次街头上面反送中 出现了场景的照片 跟过往的纳粹 做了一个比对 他觉得很类似 就被盘查的样子 但同一天 成龙 也是有分量的人 他PO出了跟周杰伦 喝下午茶 结果他就被骂到爆调 说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国难当头 或者整个社会 在这个状况情况之下 你有心情和下午茶 所以要求所有艺人 必须要表态 像这个何韵师 第一时间在第一线 他就受到很多民众的赞扬 但你好像 如果这时间点贴出了吃喝玩乐 你就惨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 郭委员好了 你看学界的老师 演艺圈的明星 都被要求表态 香港的社会撕裂 这种感觉 台湾社会的来绿分裂 很类似 香港分裂会越来越大吗 不其实你刚刚举了一些 香港在大陆很多人进来之后 的一些抱怨 那已经在反战中 表现过一次了 可是我觉得 曾杰还是要解决 我们赞月仙老师 刚刚讲的那些 那些才是核心 就是你过去是殖民地 所以对于那些情报人员 对于经济犯 你看你是没有办法 做适当的引渡 我讲的是大陆跟香港之间 你没有办法引渡 那你现在觉得 是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引渡体系 可是问题是 你又承诺一国两制 50年不变 而且你又说有 香港有司法中审权 所以这里面就是香港的人 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调判条例之后 香港的中审权如何维持 你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那美国人引渡回美国人 这个中审权就没有那么的介意 凸显出来吗 不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比如说孟晚舟在加拿大 美国现在要遣送到美国受审 对不对 也是要加拿大法院判决啊 所以重点是香港法院 可不可以参与 那个审权的过程啊 目前是没有 有有有有 他本来就有 他再增加了一个 本来是有 我跟你讲 这是两个 如果是有 他是特首跟那个法院的终审 法院的终审 他是法院终审完了 法院同不同意 法院同意完了 给特首批 他是更审慎 他是法院同不同意引渡 法院完了以后再有特首批 媒体有报导师直接特首批 如果这样香港人就等于 对他自己的法院都没有信任 你讲对了 他们本来他们是要求 是要由立法会里面来决定 就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啦 对 他们要由立法会的司法委员会来决定 但是在这个法律里面 他是由法院来决定 那香港人说我不信任这个法 那你如果这样讲 香港人连对自己的制度 都没有信心 你讲对了 所以那个 你讲对了 陈宏毅会赞成这一两天 全世界都就讲了 就是说国际评论家他们讲那句话 说我们把水搞混了 因为他也是被外面的一些举论 以为这样以为这样 后来他们整个看了 那个陈宏毅的一个整个那个 老大 我跟你讲 曾杰是在于他遣送 是不是经过香港制度参与会审啊 那会审到底哪些人有公信力 你一定要让香港人觉得 这些人是有公信力来参与会审 而且你接着过 你不要忘了 他假如说没有一个 大家觉得可以移的人出来 那会更大的政治 所以你有媒体直接说 不会去冒这个险的 有真心的人物 特首可以直接批 批示让他直接 没有 要经过法院的才猜给 确定要经过法院的事 他是这样子了 是因为本来就是要经过法院的庭长 他的判决 就是这个证据或是他的罪行 那么该不该被引渡 被遣送 然后再经过特首的同意 所以他是一个双门槛的一个制度 先法律考量再政治考量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他又被政治操作成为说 由于香港是地方政府 是特区 所以他的法官一定会承受到 中国大陆的压力 所以他一定会去迎合上级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的地方 是在于香港的法官 又不会跑到中国大陆去当官 不会跑到中国大陆去升 更高的一个法官 也就是说香港的法官 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立性的一个法官 这样子的说法 就刚等于先委员讲的 香港人连他们自己的法院 都不信任的情况之下 其实本来香港人 本来就是信任他们的法院 他是被政治操作成为 这时中学人很多 所以纽约时报 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纽约时报也不敢这样评论 说他们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有问题 就是纽约时报在评论的时候 他也不敢讲 但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 是来自于香港人 对于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的不信任 我觉得核心问题是来自于 然后香港的行政跟司法体系 抵挡不过中国大陆 他们一定是这样认为 但是纽约时报他自己本身 在评论这个部分的时候 坦白说也软弱无力 因为他也不敢评论这个37条的内容 是因为37条的内容 在法律的见解上来讲 是没有问题的 对 老师没有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经过像谈话节目 老师或委员 经过这样的讨论之后 我们把那个真正的过程 跟细节点出来 大家可能比较能够知道 但新闻的篇幅 若是一分钟 加上新闻媒体的标准 太短了 太短了 但一般人看了以后 就直接看了标题 就变成是情绪被挑起来 那我问的是 现在很多媒体下标 就直接说香港一国两制失败 或崩解 习近平年初题的 这个台湾一国两制方案 寻求这个方案的可能性 就马上就有人打理 说就完全都不可能 就等下化成等号了 这个逻辑又站不通了 站不脚 是因为你的及格跟不及格 或者崩解 是站在哪一个水平线上 来去比较 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 都是有个比较 就好像说我们有个答案 这个答案你对几题 那是对50题 那你就说你是50分 你对60题你就60分 我们说我们的及格分数是60分 假设我们是这样来定 你要有个标准线 要定出来 如果说假设你一国两制 的成功跟失败 是以英国殖民香港时代的 一国两制作为对比线 那这个现在的香港的一国两制 远远比英国殖民香港的时候 一国两制更好 因为在英国殖民香港的时候 你要看 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它是分两阶段 一个是在1983年 跟一个在1983年之后 那83年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因为1983年之前 柴契尔到北京去谈判之前 那时候他是没有打算要规范香港的 所以在1983年之前 没有要打算规范香港的香港 是什么情况 1983年之前的香港 在更早之前 看电影要唱国歌 国歌是唱谁的国歌 英国的国歌 他们的中学的教科书 写的是英国的历史 写英国皇朝史 香港的特首 是英国直接派的总督 是直接派的 而且香港政府的所有的采购 优先要用英国企业 老师 我先问 身为教授的您 都可以讲得这么的清楚 但是来因方面 要选总统的人 我都没觉得他们讲的 像你这么清楚 脑袋有问题嘛 脑袋有问题 他那句话说 我说是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失败 这句话比较说得通 而不是说一国两制 是失败 你把他简单讲 委员我直接给你 请教一个简单 这个是政治嘛 我只要简单请教这个非常简短 你觉得蔡英文这次初选 可以赢这么多 跟反送中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所以说绿营获利嘛 对不对 简单载量的配价 因为刚好6月10号到12号做明 那你关系他这段时间 蓝营所有要选总统的人 或是蓝营高层在回应这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进退时局 或者是没有办法像老实讲 讲得很清楚 他们论述在两岸部分 本来是强项国台民就直接follow我们了吧 他就说一国两制失败嘛 是 那韩国瑜既然说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 这个也是太离谱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总要关注吧 是 那至少他也要学国民党的基本反应嘛 说我们希望理性沟通 那个民主人权很重要 大家要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样讲就好了 是啊 为什么蓝营的人没有 感觉好像就直接讲到一国两制 我只要稍微有点觉得说 想要分析觉得说现在的一国两制 比当年令国还更好 感觉就会害怕 把他直接跟 我问题是英国那个时候是 殖民地 对 所以一国两制大家本来就认为应该要比殖民地更好啊 因为现在是收归中国 你又不是殖民地 那请问一下 对不对 那个 所以人家对比线 是你承诺的50年不变 做到什么程度 不是如果是这样讲 人家的对比线是怎样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那独派的为什么会那么去赞美 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把他说成是日治台湾 没有我没有赞美 没有我说独派 有些人 怎么会把那个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把他美化到那个程度 还说日治台湾 香港也有种 那也是一国两制 不是我说香港也有种 对 我说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也是一国两制 我在简短下 我在简短下请到委员 你觉得这一次 林郑月娥态度关键的一个转变 跟来自于北京希望事态不要扩大有没有关联性 当然有 当然有 我坦白说我认为这么多人上街 超乎林郑月娥跟北京的想像 对 北京担任的是什么 包括了 大阪集团提到登场 包括美洲要谈判 包括他自己要庆祝70周年 因为你如果事情在短期内没有办法处理 而且本来是6月20号是deadline 那你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解决嘛 那不如说说我先延后 可是这个案他不会撤啦 因为 确实赖月娥老师讲的对啦 就是他想要建立一个正常的体制 可是又不能够抵触香港的中省权 所以这里面要有一些细节啦 还要再挑 坦白讲他应该更聪明一点啦 就一开始不要弄到37种罪 所以简单来讲 有些人会怕嘛 对于这个逃犯条例 北京是不会让步 但是他也不想事态扩大 所以系帖才需要共通 因为本来46项最减到37嘛 所以他有可能再减啦 可是基本架构 他认为需要啦 OK好 这个我们归结在 香港特朗这部分呢 可能真的是就法论法 这可能前提是如此 北京方面呢 对于这个法基本上他 或许从40多 3到20几 但这个法他基本上的立场是不会让 但时间点 要不要这时间推 因为北京现在要担忧的是真的之多的 不管是贸易战或者是自己其他的事情 但是对于台湾来讲 这十几年的timing就非常敏感了 因为随便一个操作 蓝绿或者是加上柯文 这是三位三方人马 如果说就像现在的民调所讲 他们差距都不大的情况之下 这个反送中或者再恰半年有进一步发酵的机会的话 那影响就是 2020总统可能完全变不一样的一个人 好我们回来聊这点 马上回来 反送中 这话题在台湾 所有面对要选总统的人都被媒体问 你的态度如何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摘要 包括了 郭台铭 朱立伦 韩国瑜 柯文哲跟蔡英文都各有说法 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简短帮我们问一下 大家公认的 蔡英文是大大的加分 有其他任何一位要选总统的 有加到分吗 帮我们举全差 有没有人加到分 Yes or no 蔡英文不算 蔡英文大家加分 大家都已经认为是确定他有加分的 其他的 柯文哲 郭台铭 朱立伦 韩国瑜有任何人加到分吗 Yes or no 现在是没有 三位都说没有 那我问谁扣分最多老大 都没有加到吗 谁扣最多 你目前扣分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韩国瑜跟他叫他说 不知道不清楚 他扣最多 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讲 他不知道他不清楚 他还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这些大方角色 你今天蔡英文你清楚吗 你讲那个台湾 我们中国国家主权 人家本来香港 这个做的做法 是尊重台湾司法主权 司法权是国家主权 你都把这个都没有那个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们在讲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看 香港 他不是英国的 他怎么样都是中国的 以前只是英国租借他 他还是中国的 那请问他在中国对香港人来讲 非属中国不可 一国两制对你来讲是不是最好的 那一国两制 现在问题就是说 一国两制是 Do the right thing 正确的 但是问题在执行的时候 Do the thing wrong 没有Do the thing right 他没有做正确 所以这个是可以调整 我拉回来选总统这一部分 你刚才讲到韩国瑜扣分多 连续几个周末都要大型的造势 但很明显的 媒体的收视跟点击次数是下降的 我们分段剪post上网络也发现 韩国瑜第一次六一凯到的时候 人数很多去点击 但逐渐下降 他民调也没回升 老大爷你来看他危机在哪里 反送中又扣分 第一个我是觉得 第一个他很吃亏 我想他这个很老 我不清楚我不知道 这个很重要 我要搞清楚我才发言 可是最后整个这个媒体 是非不分 这些名嘴就是这个对 就整个给他打 但是还要检讨的是一点 我觉得来一个打游士提醒他 韩牛肇事虽可观 狂妄却让人反感 你觉得他最近讲话太妄了吗 他没有妄 韩粉 韩粉妄 韩牛韩粉妄 包括某报社 包括某报也是很狂妄 某台也是很狂妄 什么讲 总共有三四十万人 我跟你讲 我负责过维安的 那个地方整个弄完了 不会超过十万人 你要看一平方 就是一平方做多少人 那你说你报二十万都可以谅解 你说三十万 然后就跟着三十万去吹去动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这个 所以你狂妄让人反感 然后你打了个题目 什么 这个什么金钱可以买得到民嘴 买不到民心 你把人都骂掉了 今天我有被他说买吗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们这个 这个都让很多人 很多人反感 所以民调原地在打转 打转就表示呢 你现在是危机 但也是转机 因为你还没有掉下来嘛 对不对 所以如何才能往上攀 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考虑 但是你记得打转掉下来就起不来了 好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大家都简短发言一下 我想请教一下委员 反送中闹越大 民进党会越安置窃息吗 会 会 会 因为 很简单 哦 委员才非常的直白 就只想会啦 对民进党有利啊 没错啊 如果群众那么多 那当然 普遍大家对跟大陆改善关系 就会有一句嘛 那我就可以继续再追问一下 到年底之前 一国两制 会是民进党 接下来打蓝英最大的包袱 不要看下半年这个议题会不会再出现 嗯 因为群众运动如果又是涌现那么多 是 而且我那天看到香港的警方使用橡胶子弹 我真的吓一跳 我说奇怪你怎么没有别的方法 因为 事实上2007年国际那个维和组织 就已经改成撒弹了 撒啦 用撒啦 不是用橡胶子弹 因为有死过人嘛 那个你倒到眼睛 又被人家放干了个照片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香港怎么会 好像给我感觉就是 没有对那个大规模的群众 或者他们可能冲进来 好像没有一些其他的剧本啊 你知道吗 所以喷完胡椒水之后 就是射橡胶子弹 这个让我非常惊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会引起很大的恐惧啊 嗯 所以说贵党选举的情势看长 我跟你讲啊 我们6月10号第一天民调嘛 那就是大游行的隔天 然后12号啊 要死不死韩国瑜又说了一个中华民国地区 口误啦 口误 那一天又被大批嘛 说你是要当特首是不是 所以等于是 蔡英文就不是捡到枪啊 是捡到原子弹啊 他运真的好像比赖清德好一些 越延期也是赖清德 而且他是限制 赖清德他阵营自己去要求 时间在那个座民调势往后拉的 如果早一点5月底的话 就没这个反复 因为本来我们5月17号要决定嘛 对啊 那个时候决定就是要5月30 是 结果我延一个礼拜5月24决定 就变成6月10号 密研 来相对来讲柯文哲请到老师 柯文哲7月份去上海 确定了嘛 这个两岸双边论坛定案 所以他的说法是基本上北京 基本上是认可的 要不然他去不了上海 所以在两岸论述方面 绿的就是维持他基本盘嘛 当然如果闹得越大的话呢 刚刚委员讲 他们可能是加分的机会越多 但莱茵的部分 他们本来两岸论述是强项 现在有点进退尾骨 但反而是批 批 死都没有很清楚 除了两岸一家亲之外 其他的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反而对他来讲更有空间 你觉得呢 在2020 到2020 路死谁手还很难说了 我不认为 目前来讲 炒反送中 对民进党未来加分 还要加多少 因为以台湾的媒体的生态 同一个议题 你炒不了多久 没有多久以后 这个议题就没办法再炒了 那么等到再发生 再来炒的时候 我觉得在台湾来讲 那个效果就一直往下走 因为他只要是炒过一次以后 就没办法再炒 那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反送中里面 蔡英文确实是最加分的 伤最大的是赖清德 因为现在还不是选举嘛 选举是明年1月11号嘛 可是现在民进党是正在做民调嘛 那我觉得这个赖清德受伤惨重 所以蔡英文真的是反送中给他捡到 所以蔡英文获得的最多 赖清德最惨 你觉得还会有蔡赖配这事吗 我觉得这个蔡英文会摆出姿态 但是赖清德会拒绝 然后蔡英文再摆一次姿态 那也就够了 那如果赖清德又拒绝的话 那这个大事就底定了 但是如果蔡英文摆出姿态 而赖清德突然间脑袋转变了 说好谢谢我愿意搭配你的副手 那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所有人都眼睛都掉下来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本来只是摆一个姿态而已 那么预估于 你说现在蔡英文比较担心的是 赖清德真的说yes I do 我愿意当副手 他会头大 因为对蔡英文来讲 因为对蔡英文来讲 他是胜者 他是赖方 赖方要表示出大度 大气 说一加一还是大于二 我一直坚持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我蔡赖会面的时候 是不是麻烦你大力支持我 然后赖清德说 好 我愿意担任你的副手 我相信那个时候蔡英文的 不知道该怎么效 你觉得蔡苏佩的纪律稿吗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不大 因为朱生昌的个性 他会强调太多的风采 而且以现在来讲要拱月 中心要拱月 所以应该最闪亮的那一颗 那就是蔡英文 那你觉得局外人来看 他们这个棋谁搭副手最有可能 我觉得刚刚我们之前 也跟郑良有在讨论一下 我觉得这个郑文灿的情况 是相当的漂亮 因为郑文灿本身在两岸政策这个部分 郑文灿在蓝绿这个部分里面 他也是最没有色彩的 如果你民进党现任的市长来说的话 他也是最没有色彩的一位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搭配蔡英文的话 对北部的选票来讲是会有帮助的 而且年纪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是 是 那以柯文哲来说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为什么不能小事 是因为柯文哲对年轻人的选票 这么的强大的情形下的时候 他的两岸的主张被年轻人接受 这一点我倒觉得 这是一个柯文哲会打出自己的一条路 也就是他自己的两岸政策里面 当国民党跟民进党在比看谁 仇中反中的时候 反而柯文哲会独树一格 我觉得这个柯文哲在未来 对中间选民跟对于浅蓝的 尤其是不希望两岸关系搞坏的 我觉得柯文哲会有吸引力 好 反倒是蓝营让人家担忧 我们来看这一次 蔡英文出现的这五份民调 蓝营的部分 其实相对来讲 都不是那么的理想 我们来看这五份民调 你乍看过去 你以为同一份 因为图标找的是一模一样 中央党部山水趋势 全方位巡政 他的长条图排出来之后 高矮是一模一样的 那趴数基本上不分宣制 我请到三位来宾 我先简短请大家举个圈插牌 请问民进党内如果有人不满 会闹分裂出走吗 Yes No 不可能 如果国民党民调也马上要做了 有人不满会闹分裂出走吗 好 再来 这份民调长得都一模一样 阿扁说他打死不相信 他看三十年的民调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民调 你相信这份民调吗 别手弄 三位都相信 但是那是今天的民调 来维宇你来看为什么会相信 因为这是大样本民调啦 大样本民调做五份各做三千嘛 我们一般民调是做1068嘛 1068那个差异性一定会出来 那做到三千大部分都会趋近 统计学的概念 对对对可是我当然我们不会以这个民调窃息啦 我说实在话 因为毕竟你宣布说10号到12号要做民调 所以绿营的人会手电话嘛 所以韩国瑜是讲那个是对的啦 所以会放大你的支持度 所以可汗输了10多% 这个绿营手电话 当然啊 所以会放大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手机占了50% 坦白讲你也会放大年轻人的分量 那因为年轻人的投票率大概都是四五成嘛 那老年人 尤其70岁以上投票率是七成 所以实际投票跟这个也会有落差 绿营就是在初选完的隔夜开始 就已经开始走向团结之路了 其实我们只高兴一分钟啦 我们都是很务实的啦 对 务实就是要团结嘛 对不对 对 务实就是要团结 我也要更正一下赖略贤老师刚刚讲的那个 说赖清德不重要 不是的 我跟你讲这次的初选 因为坦白讲你中途有给人家更改规则嘛 那有一些反弹的那个非赖不投的人还是有 那些人我认为还是有两三趴啦 两三趴 可是我觉得你们有能力 可是两三趴就是决胜负喔 因为如果是三个人 两三趴不会投国民党啦 你不怕他投科匹啊 这对啊 有可能 对啊 这个部分 投科匹有可能 我再要请教委员 如果蓝银现在是互打不予予利嘛 绿营刚刚也讲到了 就是修补能力 团结能力很强 对 我觉得 刚刚请教三位来宾 蓝银如果真的有人对于初选民调不满的话 会不会出走 三位都认为会 所以委员你觉得蓝银能够像绿营一样 有修补的能力吗 我觉得蓝银如果是韩国瑜小苏 这个问题会比较大 因为这次韩粉的人都是比较狂热的 那我认为至少有总选民的百分之三到四 那就是60到80万之间 那人数很大欸 那因为他长期都是领先嘛 那如果说最后这不到一个月时间突然翻盘 而且比如说郭台银啊 郭台银假如只赢他一两趴 那这是不得了的事啊 反过来如果是郭小苏 你觉得 小苏因为韩国瑜那个就是叫基本盘 基本部队啦 郭台银那一种比较像是中间选民 年轻人 经济选民 那个我觉得国民党要重新整合会比较容易 好 这是三位来宾给大家一个参考做分析 你好 等一下回来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马上六月份G20就要登场了 川普最近动作非常多 但重点是不管是要威胁恐吓 或者是说你来谈我我们就有机会 这些话喊了这么多之后 重点 习近平会不会出现在G20上面 到现在还没一个准 回来请到参考来宾 马上回来 众所瞩目 在大白要登场的G20 到底会不会出现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见面呢 川普这段时间话蛮多的 他说 如果习近平没有参加峰会 我马上对大陆的产品加关税 我相信美国跟大陆马上达成协议 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 习近平会不会去呢 到目前为止 大陆外交部就说 如果有具体的消息 我们会及时发布 三位来宾你来看 习近平他到底会不会出现在大阪集团里 Yes or no 还是有点难以预测就是Yes or no 好 三位来宾都不想砸了自己预测的一个招牌 老师你认为是一半一半原因 我觉得这次跟以往不太寻常 是 因为原本之前就已经说好 这个习近平会去 就是他会跟安倍晋三在日本见面 但是我注意观察 最近几个动作非常不寻常 第一个动作就是中国大陆外交部 对于习近平要不要去G20 已经采用模糊的一个态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更留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孔玄佑 孔玄佑是新中国大陆派到日本的大使 这个派到日本的大使 我们看到在应该是6月10号 6月10号的时候日本的外相 先跟孔玄佑见面 见完面以后11号 外相又陪同跟安倍晋三见面 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中国大陆驻日本的大使 安倍晋三见面的时候 然后外相也陪 而在这个见面谈话中的时候 这是共同社公布出来的消息 他们的对话是安倍晋三说 我很期待在集团提的时候 能够跟习近平有会谈 有会面 然后我们中日的关系更上一台阶 可是孔玄佑的回答是 他说我们希望中日两国都努力的去改善 为我们两国的关系而努力 可是整个话讲完了以后 没有一个讯息露出来 说习近平跟安倍晋三会不会见面 所以对安倍晋三来讲 为什么要特别见孔玄佑 就是要确定他能不能见到习近平 而没有 但是再往前推一点点 就是财长会议 集团提的财长会议刚结束 刚结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里面 把这个保护主义没有放进去 而当时在开会讨论的时候 中国大陆强调 保护主义要纳进去 而主办方是日本 日本最终 因为保护主义对日本也有利 对日本也有伤害 可是最终日本还是怕美国 所以没有把保护主义 反对保护主义纳进去的时候 这一次的联合声明软弱武力 解决不了未来的问题 所以等于是眼看着G20的峰会 一事无成 因为解决不了目前的经济问题 目前的经济问题他们要解决的就是反对保护主义 但是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会开跟没开已经是差不多了 所以我判断习近平有可能会不参加 有可能不参加 有可能 有人不参加 有人说这个川普嘴巴这么硬 你不来我就加税 所以习主席去的话 好像有点被屈辱 被人家压着压着过去的 这可能有点觉得说 会被人家看小了一点 但其实来看这段话 这个彭博社保的说 彭斯副总统原本6月4号 要对于6月4号的运动发表谈话 但这个演讲被川普喊停了 就是因为怕彭斯批大陆的六四运动 这个中国大陆政府处置的态度会激怒了习近平 所以叫他暂时hold住不要演讲 就怕进入习近平之后 习近平就不去参加G20了 所以虽然嘴巴上面川普很强悍 但内心方面很惶恐 他到时候G20习主席真的不来 那我怎么办 我都说要加税了 但他真的敢加吗 因为我骂很多600位美国的企业老板 都已经上书 要叫川普说你必须要好好考量 所以委员你来看 这个川普虽然嘴巴很强悍 但是其实习近平现在占了上风 是这样吗 川普可能有几个时间点他自己都忘了 因为他上次是延后到6月20 所以2000亿那个货品关税要加征 6月20就要宣布了 并不是后面 所以他已经快碰到 今天6月15对不对 今天是习近平的生日 昨天是川普的生日 那 还有第二个时间就是6月4号彭斯那个演讲 据说是要延后到6月24 所以时间也快到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然后6月17号 照美国的原定表定时间就是要针对3000多亿那个 新加征那个部分要开始开听证会 对 那当然那个不会那么快决定啦 可是就说川普你至少要对6月20这件事情要做表态 就你要不要起针 那6月24号彭斯的演讲要不要发出 因为彭斯听说那个演讲是很不客气的啦 就直接批评大陆的人权了啦 那这个都刚好是在G20之前 而且你刚刚也讲的对啊 就是说他现在姿态那么高 说你这个如果不让步啊 那你就加税了啦 那可是大陆的诉求也蛮硬的啊 他就说你要回到原点啦 那回到原点就是华为你这些都要给我取消啊 对 而且未来我们如果有协议所有的税都要恢复原状 这个美国真的很难同意啦 所以我坦白讲我是比较悲观啦 我认为会撞车啦 那这种叫做就是洛基博弈嘛 chicken game嘛 那因为两个都够大 不会一次就撞死嘛 所以可是撞得很痛 所以通常要经过几次剧痛啦 回去很痛啦 那痛了几次那再来戳吧 我认为你来看 如果说真的习近平没有出现 川普又真的碍于美国自己企业组的压力 他也真的无法马上就对那剩下来的 3000多亿的大陆上面加税了 然后就一直豁免一直豁免啊 技术性操作 技术性豁免 可以不断往后延 对 好 其实这一招呢川普之前也不是没用过 对于墨西哥他已经用过一次了 之前在6月初的时候呢 要对他的进口商品加5%的关税 说非法移民除非你不从墨西哥边境过来 要不然我们就要加税 瞧了半天结果后来就自己讲 哦达成协议了我不加税了 所以从这个美国对墨西哥的做法 来对照看一下美国对这个中国大陆会怎么做 因为之前本来说对华为要禁止 但后来呢就说禁止时间要往后放宽 老大你来看 从墨西哥这个一路的转回之后 对于大陆来讲有什么样的启发 其实大陆昨天出了一个评论 但是那个我一下忘了那个名字了 但是我知道那是代表大陆上面的 他的题目叫威胁越升级反制越坚决 而且里面也提到一个就是说 贱的白贱谈的白谈 那当然也就是这个就是对这个川普嘛 所以他有两个情形 一个是不去嘛 因为我去了表示我你威胁我我就来了 那第二个就 第二个就是去了不见你川普 对不对 所以他就这样放那个话 有的时候都会有点有点 去可以在大会的时候监导 但我不给你进行双面问言 而且他的那个 我给你双面问言 他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 他对稀土他讲的很微妙 就是对稀土这个事情就是 我们提供的稀土 帮这个美国大量的产品 结果变成是来对抗我们中国的 那我们那个书区的老百姓不会答应 因为他生产这个稀土的嘛 所以他自己 所以大陆你现在注意到就是说 他这一次准备跟你打的时候 所以他那句话 你是朋友我请你喝酒 你是豺狼我就准备枪 对不对 他这个人是 但是开始会感觉到中国比较会 中国好像脸上的伤比较多了 可是撑下去的话 还是美国的内伤比较多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算双方的毅力跟根 但是川普不管了 川普考虑是我竞选的连任了 所以在我连任前都看到是好的一面 看的是我成功的一面就好了 至于后面怎么样 连任完再说 反正我也不进去连任了 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还会特别聊到 川普最近的民调 真的是他自己满堪忧的 不过刚刚老大提到一个川普 请到请下下的委员 因为我们节目之前讨论过 稀土会不会当成是中国在掌握贸易战 升级为科技战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那一个讯息给大家 5月份中国大陆稀口出口 比4月份减了16% 那连续两天 发改委呢 是召开了三次稀土的产业相关的会议 委员之前有提醒 美国早就预料到 所以他们也备料备料备了蛮长一段时间 但稀土这次大陆决定出口要缩减 而且速度也蛮快的 有一个说法是 他当然是借由这个来当做武器 另外一个说法是 他们自己的长量 可能也不如外界想象那么丰富 您怎么看这事 其实减16不算大 因为他真的动用 对日本那一次 是瞬间减50%以上 这样才够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减持美债是类似 就我跟你美国这个关系要慢慢淡下来 是比较是这样的布局 他倒还没有真的把他当武器 我认为还没有 还没有真实全面 不过我刚刚讲到那个川普 他会立即有感觉 是6月20号那一批 因为2000亿如果加征 因为美国市场是很有效率的 所以进口商一加到关税 他立刻就反应到消费者去了 所以沃玛的东西应该就全面涨价 沃玛其实已经出来讲了 他们已经确定如果这样的话 就要马上7月份以后的 而且美国最近有几个中小企业的联盟 都到白宫去诉求了 说他们已经东西都被迫 加起来600家 对 数字蛮大的 好 我们等一下回来就是要讨论一下 包括了在中东的邮轮被攻击 相关联我们就看到川普他的民调 这部分我还继续聊 马上回来 台湾又再次上了国际的新闻 上一回是同婚法 这一次是中游的邮轮被攻击 地点是在波斯湾周边的海域 除了中游的邮轮之外 还有一艘日本的邮轮 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承认 是他们做的 经过美军的调查 认为他们认为就是伊朗 因为公布一段画面 说是伊朗的革命卫队 去日本的船旁边 放了一个西富式的地雷 但这样的一个说法 被日本的船东家说 不太可能 因为被攻击的点是在水面以下 所以认为是被鱼雷攻击的机会 是相对高一些的 所以美军的说法不只是日本 包括了欧洲一些国家 也都不在彩性 认为说你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具体的事实 不论如何 两艘邮轮遭到攻击的期间 刚刚好安倍他去伊朗访问 安倍的身份 虽然说是日本的首相 但是这次去伊朗呢 据说也是帮伊朗跟美国之间 做一个调停人 但这个时间点 居然就传出了邮轮遭到攻击 所以有些媒体就是做一个连结 等于是告诉安倍 你当调停人不必了 可以免谈了 是这样子吗 安倍其实很明显的是受川普的委托了 因为他有带话 有传口训 主要的就是因为 川普还是要找一个管道 跟伊朗要有所对话 中国大陆习近平不可能把他讲 普丁也不可能 所以他找到了安倍 安倍是因为日本跟伊朗 一直维持的一个石油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当时美国禁运的时候 有几个国家是豁免 中国大陆 那么南韩 日本还有台湾等等这些 时间到了5月底到了 安倍竟然这次带口训 在带口训的时候 当然已经被打脸了 因为他们就说 这个川普讲话不可靠 我也不会相信 这个对安倍竟然来讲是很难看 可是就在这个当下 两艘 一艘是日本的邮轮 它是载运的是甲醇 是要到新加坡的 一艘就是我们台湾的 是中油 那它是跟挪威租界的 那么是要运这个亲油到台湾来 我觉得它被打的目的 其实是在凸显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军 因为它是阿曼湾 在阿曼湾被打的 就是凸显出美军 没有办法保障邮轮的安全 激连来了这么多 航母轟炸机 就是所有的美军的武力 都部署在那个地方 可是却无法保障 这是第一个 就凸显出美军 没有能力保障这个安全 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影响很大 因为这个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 也就是说你美国无法保障 这个航道的安全的话 那你美国挑起跟伊朗的战争 接下来会更 更不能保障 那更不能保障 那更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颜面真的很难看 第二个我觉得 美国打的可能 美国制造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美国派安倍晋三 去跟伊朗沟通 所以美国要去制造这个攻击案件 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第二个你说伊朗去攻击 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因为伊朗还是要跟日本 维持相当好的关系 未来还是有合作的空间 以伊朗目前来讲 被孤立的情形下 伊朗像目前获得的是大陆 跟俄国罗斯 还有上海共约 上海组织的支持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是要维持 跟这个体系以外的日本 来维持好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伊朗 美伊都排除 我觉得美伊排除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反而要考虑到的 第一个就是国际一谋人士 国际一谋人士里面 当然你也不能排除逊尼派 因为逊尼派 以什叶派来讲 如果伊朗 你怎么摆明 他对面那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说美军 真的对伊朗动手的话 谁会比较难 比较有力 从这些以后来讲 对 所以我觉得 你要考虑到国际一谋家 在这个里面做工作 但是美国很明显的 他犯的错误是因为 他一开始就指控对方 然后又拍那个影片 台湾有一些媒体就 就直接跟进 就直接跟进说 美国已经拿出 那个无可抗拒的证据 然后公布 结果呢 日本的 他们还有当时的船员 他们的见证 他们目击到的是 由空中打下来的 空中打下来的 对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可不可以不是鱼雷 对 马上已经把美国的 那个说无可辩驳的证据 已经打脸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美国又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一直在说谎 然后一直在抹黑栽赃 我觉得这个美国这样再玩下去 我觉得很糟糕 辛苦 来 维远你来看 因为美国是公布了影带了 也的确是有一艘船 在这个被攻击的日本的船舰旁边 对 画面都有 但日本 可是他并没有拍到 磁性水雷的画面 没有拍到卸的画面 他没有拍到 可是他美国的公信力 在这些上面看得非常清楚 日本 欧洲国家不相信美军 除非美国很想打这个仗 如果说他真的很想打 因为坦白说我研究美国 美国将近八年没有开战 对他的军火商跟金融资本的这个 循环 结构连结 这个是有点 有点耐不住啦 因为他 你看从欧巴马一路下来 川普是想打仗啊 可是都打不起来啊 那欧巴马四年都没有打仗了 所以已经七年没有打仗了 所以 我认为美国内部也有鹰派想要打仗 也有 可是賴教授讲的 我是更有说服力了 所以有人在这里面可以捞到好处 那讲白了啦 就是迅尼派主要国家就杀在澳拉伯 另外一个就以色列 当然希望你们开干啦 因为伊朗如果被美国消耗了 当然对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最有利 安心多了 那 所以有人希望你们开战嘛 所以 那因为美国的公信力 因为以前曾经被抓过啦 比如说 北越那时候有东京湾事件 那个通厅 那个 他就是自首自演 被人家抓到啊 然后他就抓了那个事件 然后后来就去轟炸北越 那后来美国内部五角大厦都公开了这个机密嘛 所以我觉得你是有记录的啦 那你如果没有在证据非常确凿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就赖定一啦 这坦白讲说不过去 所以连欧盟都看不下去嘛 因为欧盟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你们内部有人想打仗啊 所以赖教授我觉得他那个 推断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有第三方想要获利 那第三方因为要安排这一种爆炸并不难啦 那就是要看 刚刚委员提到 不排除其实鹰派美国的军方 或是美国自己国防部的人 的确是有要想要打仗 但有没有开战的讯号 因为上一次我去看了一下 四艘邮轮在波斯班扎的攻击的时间点 是5月12号 5月12号被攻击之后呢 媒体就赶快就区区了解美方的态度 就当时美国方面是要求 所有驻伊拉克非军事人员必须要撤离 就简单来讲美国要撤侨 所以一解释到撤侨这两个字 下一步就是开战 但从5月12号到6月 现在有个多月了没有开战 所以我请教一下老大 你来看这个事情 之前外界一路认为说 美军撤侨就等于说 又加上它航母啊 什么大批集结在波斯湾 看起来一副真的是要开干 但没有动 这一次又两艘邮轮被攻击 美军又第一次 你又立刻说是伊朗 那你觉得有任何开战的续号吗 其实这几个都有可能的 你除了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有很多或者国际阴谋团体 他们想制造战争紧张军事 但并不会想打仗 但是只有美国是可能是想打 这个郑亮兄讲得很对了 他已经好久没有打仗 全世界只有美国的军事演习 是跟战争激进百分之九十多 除了不只能以外 所以他是必须要 他要保持这个战斗实力 他有考量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这次绝对不会是美国干的 但也不是美国抓到了那个干的 因为那个政据太薄弱 那所以呢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整个 而且还挑的是 两个美国的跟班嘛 一个是有牌的跟班 一个是没牌的跟班 不是日本跟台湾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啦 一定是对美国呢 不怎么有好意义 不怎么友善 对啊 但是不友善 这是两个选的 是这两个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要怎么 当然美国是想打 跟想打也要师祖有名 师祖有名这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 不过川普的心态是什么 因为川普讲了一段话 如果我什么都听波顿的话 我们现在在打四场战争 对对对对对 因为超级银派的波顿 他都想打 但川普说 我还好都没听他了 那现在川普他自己怎么想呢 川普来看一下 因为他很多时候 一他是看股票的数字 二他是看民调的数字 那他民调的数字现在怎么样 很不怎么样 我给大家看这美国八家民调 从大家台湾比较熟悉的媒体 包括像福斯啦 CNN之类的 都有做相关的民调 那大家看这个 spray就是差距多少 拜登跟川普 像53减到4的话就差了13% 那是拜登领先嘛 你来看一下 CNN常被川普讲 是做fake news 假新闻 那他自己比较新人的是哪一家呢 福斯 福斯做出来是拜登赢11% 然后CNN做出来是赢6% 所以这下川普就 怎么办 接下来他可能也说 Fox也在做fake news吗 好我想请教一下 我愿意来看 因为连任路上面 川普的确 现在我们可能三个月前在聊的时候呢 好像没有什么强劲对手 那现在麻烦大了吗 这个现象不是最近而已 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大概将近三个礼拜 就川普民调就开始输拜登 那当然民主党现在是挑了20个人 要开始发表证件 那他这个初选很快就会结束了 那我觉得拜登机会还是最高了 那所以川普现在就开始批拜登嘛 说他是亲中的 你不要听他那个嘴巴讲了 他骨子里就是亲中了 那可是这里面反映了一些现象 就是说川普你这个打贸易战来 要想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这个策略是不是有问题了 可能这两个逻辑不搭嘎 甚至会造成更差的结果 那如果说他只集中去打华为 那可能焦距就比较精准了 比如说指导中心啊打华为啊 可是扯到贸易战我觉得他真是伤大 尤其他这次又乱七八糟又去砍墨西哥 这个实在是太莫名其妙 而且欧洲也得罪 说汽车也要加税 那日本也得罪 那等于是像慈禧太后一样全世界开战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已经开始有点反弹了 欧洲没什么朋友啊 德国汽车跟他杠上了 然后法国跟马国宏本来关系就不好 现在英国要上来的首相很可能也是跟他完全不对 Boris Johnson 对 所以他欧洲也没什么 而且没客人还有的人让EU的 欧洲也可能没什么朋友 但是 我刚刚在问川普的心里面怎么想 看他看两个数字 一个是股票数字 一个是民调的数字 那现在民调落后 那怎么办呢 记不记得小布希在连人的路上 当时因为911事件之后他发动了反恐战争 民调一路不理想 结果蹦跳到了七成多 所以川普会不会想到当年小布希发动了战争 所以他也来一个战争 伊朗可不是伊拉克 伊拉克很小 它的海岸线很短 就是科威特旁边的一点点的那个狭窄的海岸线 而伊朗国土面积这么大 然后海岸线这么大 那你美国要打这个伊朗的话 如果说他一定要采用的是数战数决的话 现在的时间也不对 现在是六月 所以他要打一定要等到明年的三四月 或是二三月才能够打 因为在中东这个地方打仗 它的温度会上升到 也就是说它的过了四月以后 太热 它的温度会上升到40度到50度 40到50度 我们一般来讲在作战里面 负担最大的是水的供给 因为汗一直流 那么很容易中暑 所以水要不停地补给你 那你想想看以一个美军来讲 在这个地方要开始被50公斤重 开始在进行移动 我这个水要 无时无刻要一直送给你 哇这个在战场前线 那你的后勤根本很难做到 你是假设它有地面部队 对 那所以你除非你是用轰炸的 可是你一旦轰炸的时候 伊朗绝对会瘫瘫 这个赫尔木兹海峡 一旦瘫瘫这个海峡的话 它只要炸烧几艘大船 在这个海峡上面的话 那全世界的游戒就崩了 你美国绝对崩 全世界经济都崩 你美国一崩 美国你不用选了 所以以川普来讲 在发动伊朗的战争 那是人类间出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